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键新闻 平常会收看我们关键新闻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大概连续几个礼拜我们都会跟大家谈到 这个有关于大学路的这个芒果树的事件 当然我本身也参与这个事件 所以也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也因为参与也让对这个事情有更多的理解 透过我们的网路透过我们的节目呢 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些最新的进展 以及它发生的这个原因 其实因为这几个礼拜当中 其实我开始关注这些芒果树的议题 那也做对对方的一些起劳 做了一些访谈 其实我发现一个还蛮有趣并且重要的事情 因为在日治时代 应该这样讲说这个大学路的芒果树 大学路这一段其实紧邻着这个省道台一线 那当时这个台一线的新建 其实跟所谓的军事的战争是有一个很大的关心 原本它只是在清朝的时期只是一个官道 那后来因为这个省道的 因为他们要为了日本的运送这个军事的这个用品 所以他们就开始的把它修阻 那所以包括后来的省道 其实有人就把它叫做为大军路 军大路 或者是也有人叫做这个战车路等等的名称 最主要去做某种的军事的运输 那在当时的云林到台南这一带 有好几个地方其实在省道的两旁都种了这个芒果树 那当地这个民雄的齐劳就跟我说 这个芒果树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因为这个芒果树其实它都会做成像绿色隧道的这样一个模式 为什么要做成绿色隧道这个模式呢 因为在下面其实是可以运送这个相关的这些军事用品 所以这个芒果树本身是一个掩体 那在民雄运动公园在日治时代当时也是一个军营 所以这一条路大概是台湾谨慎少数有关于这个当时的芒果树 作为一个掩体的一个历史的现场 那如果真的把这些芒果树给移除 我想它其实某种程度也是把台湾的某个历史现场给移除 这其实是非常不好 非常对于整个社会的记忆 整个国家的集体的记忆 或是对于乡民的集体记忆都是有一些很大的一些影响 所以这里的民众也发起了相关的抗争的行动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来看一下这些相关的发展 我们早上来的枕头和枕尾的顺序 从差不多日本时代到现在已经有的已经是很百年了 那这百年来说大家都对它产生很深的文化基地 整条省道过去其实种了大量的这种芒果树 主要从云林一直到台南 那这个种芒果树事实上是一个军事的用地 一军事的目的 所以他们会去运送物质 那它是一个非常活生生的一个历史的现场 所以我们不太能够同意把一个历史现场给拆掉 就好像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把一个古迹给拆掉 因为这个历史现场拆掉之后 整个记忆可能就不见了 大家都非常不敢 就是这样说奇怪的是 哪有这种状况呢 要把我们这些 这么漂亮 这么好的芒果把它削掉 这个是什么道理呢 不过我们差不多二三三十年前的时候 也控制过一遍 也保留下来 是那一样的政府还会做一样的工作呢 迷雄的绿色隧道 甚至它可能是加以少数硕果仅存的绿色隧道 那这个对同学来讲 他到这里来就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景观 那这是到乡村读书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自己的计划 或是我们自己在课堂上面都不断地强调一件事情 要跟乡村学习 要跟所谓的在地学习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同学 从原本的不了解 甚至有些的质疑 但是慢慢的也开始愿意去投入 我们现在有所谓的闭车道 我们现在有所谓的闭车道 闭车道的话就可以造成说我们的快车跟慢车中间可以一个缓冲 我们的快车跟慢车中间可以一个缓冲 我们的快车跟慢车中间可以一个缓冲 我们应该把这些钱花在这里 不要把钱花在挖树 树何枯啊 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在上个礼拜 客家电视也到这个现场来做了村民大会这个节目 那在当场我们看到这个嘉义县政府建设处的这个副处长 也说他会提出了这个第二案 那第二案其实是不需要移速 只要针对目前的一些交通做一些局部的改善 也就是他可以创造这个双赢的方案 这个方案跟居民所组成的大雪路互数联盟所提出来的方案是差不多的 那看到这个发展当然是要去非常的肯定这个政府愿意去听民意 虽然在前面不断地在批评嘉义县政府 但是如果愿意去做一些改善 做一些改变 愿意去正视这个问题 我相信民众还是会给予我们的地方政府 会有一些肯定的这样的一种回应 可是说实在的这个还没有结束 因为还没有真正的定案 所以这个两岸并程最后县政府会怎么决定 他还必须要经过跟乡民的一些讨论 一些办说明会 那可是最终的决定可能还是会回到这个县政府的手上 所以我们一样对这个事情去拭目以待 好那接下来呢是一个知名的导演 陈俊之Micky 那有人把他称之为叫做琪姐 前几天他不幸过世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我比瘋子还瘋的 在文字在艺术里面找答案 基罗皮导演丹俊之姓家真生病 丁丁主称宵部 丁丁出版主段式三文 台北爸爸纽约妈妈 赦到家座暗婚精修 他的爸爸三年前 因为心肌梗色贵心 在今年十月也心 yea 心肌更正通生希望 想要跟十�gan丹俊之的表力 在联署发布声明 丹俊之也因未施助一bled .新英语市 entered 羞职在家里过心 乞年五十一回 是有朋友在新聞發布簽 就先跑來跟我講 然後他希望我不要嚇到 就是還是覺得很震驚 但這次鄉鄉貴心 賣相日本解禁書 都覺得頂驚到玩笑 用料料記記錄董事的生命數 但這次一級九九年 易産皮 美麗少年 開創董事 董事記錄皮的先鋒 後來又完成了幸福彼鳳龍 母后一家 翁叔幾乞 比青尾當季三部曲 後來他也下車 台北爸爸 紐約媽媽 尤山貴 金丁仲 董事女 一尾名堂 並且到達至空一十年 台北國際設定的台中 他的普及人生 還未改變成 同名的舞台曲 頂上國家希望他演出 少年 上了院線 他也自稱是個小狗 就是旁邊的人都會 他講話就大啦啦的 然後百無定際 然後非常的好笑 都沒有邊界 可是我覺得那個是他的外在 去對抗這個對他殘忍的世界 當孫子的朋友觀察 當孫子在爸爸過身後 心情狀況明顯不好 原本優異中台北爸爸 紐約媽媽 打成電影 當孫子一生 滴力在性別這種運動 用問題的壓上 輸出真心 鄉永貴心 大家都覺得真好笑 Micky的過世 我也是在臉書上面看到 其實讓人家非常非常的難過 因為Micky曾經到中正大學 來當過這個諸小藝術家 指導我們學校的學生 拍這個紀錄片 那當時跟Micky有一些 這個接觸 有一些認識 所以作為一個朋友 當然是非常非常的難過 可是這個難過的恐怕 也不是當 只有一個單純的 這個朋友的身份 還包括說實在的 Micky在台灣的這個統治界 或是在這個影像的紀錄界 其實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導演 那他其實拍了台灣的 第一部的統治紀錄片 另外他也把葉永志的故事 其實做了一個 非常完整的紀錄跟報導 當然他也是一個知名的作家 說實在 聽報這個新聞 其實自己是非常非常的感傷 那當然 我們也會希望 Micky的作品能夠影響更多的人 也能夠有更多人看到了 Micky他其實自己的紀錄 或者是甚至是寫了 跟自己有關的故事 這個過程之後 能夠對於同治的 這個真實的處境 有更多的理解 我們也希望 有更多的理解之後 很多的人 可以更了解 同治他在生活當中 所面臨到的各式各樣 特別是隱藏在 這個所謂的角落的問題 某個角度上面 我們師傅看到的同治遊行 或是同治運動者 對很多人來講 哇你看你們哪是弱勢啊 你們還是有這麼多的 這個所謂的發生的管動 但是在事實上面 很多這種壓迫 或是很多的 這一種所謂的 難受或是隔離 或是排擠 是在日常生活當中的 每一個細節 裡面都會發生 那最後當然也祝這個米奇 其節能夠一路好走 說實在 這個新聞就抱起來 是非常非常令人不捨 好 那另外一個 是要接下來看的是 有關於倉俗貨運的 這個相關的新聞 要求交通部應該檢測在現 共樂法第四十七條 正在會發不流 這些物流行業 那動輒他們都做十二個小時以上 那我想請教一下 如果你單就一個人 你從臺北高雄塞車過年塞車 你開八個小時十個小時 你就覺得很累了 更何況是這些物流司機 他必須還要送貨開車 搬貨上樓 港匯表示 只有一六年 會員無流液到兩千三百 空隙金處皮羅加速 之前兩千六百七十五人 上網 皮羅加速已經 成為社會不定時早餐 你今年後一節 港匯發起露減行動 要再發現 再來四間 有名無流液 只有一間無違法 總共有超過十個行為規矩 比如超市 協設市加班會報告 就算規矩這麼多 交通部 也許無依照 公路法第四十七條 停止以無分的應驗 三月我們就成請了 到了現在已經十二月了 你又還在聽到了 開了十一章的公路法的限期改善 勞動部那邊 如果有開出來的話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開的還是很多 但是也許還沒有滿足各位的期望 我們會再繼續努力 都在高通部接著 電情書之後 港匯新聞 國專翁陸東部控制 要求陸東部馬上拜託 會混合適用八禮拜變成工時 不過陸東部表示 會混合有大小過的問題 在考慮到大省數據之下 這在今年下過 指定適用大省工時 將繼續觀察 是市場總統 記者總合報導 如果你曾經看過這些所謂的 婚姻司機 或者是如果你家裡面有一些大型的物品 要送件的話 你通常會發現他就是一個人 然後要跑全部 不但要去開車 不斷要去送貨 不斷要你簽收 甚至收貨 或者是直接運送的過程 幾乎都是一個人 不管你是住幾樓 每次看到這樣的一個工作的心態 其實是非常非常令人家有點不捨 所以說真的 有時候你要請他們去送東西的時候 還是都會想說 我們是不是要分幾件 讓他慢慢的送 然後不要那麼的辛苦 但是說這也是一個更重要的 是一個制度的問題 不是一個個人跟這些貨運司機 或是貨運送貨的朋友之間的 這種關聯性 而是整個制度上面 對於這些司機的勞動條件 或是送貨員的勞動條件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不夠的 甚至是一種壓迫 我們在新聞當中看到 哇這個貨運司機的傷亡率 竟然是這麼的高 所以我們邀請有關單位 能夠去重視這個問題 或者是當這些貨運司機 有抗疫行動的時候 我們也應該要一起來支持 這是這個禮拜的關鍵新聞 這是park的競改 我們要數足以來 我們要數塊的採訪 因此 Hugh 我們想請看 非常緊張 我們要忘了